就是在你假设你词汇量也不行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时候 你可以用排除法 就是如果说你这句话看不懂 你就这么着用排除法 有很大的概率能让你作对 能让你作对 东学卯 欢迎来到我们雅思阅读的大师课 那么这套课程呢 是我多年的经验积累下来 从我自己第一次考试5.5分 一直到现在9分的一个经验的总结 我们已经有上千的上岸的小伙伴们 然后有很多的同学 甚至在两周的时间内 都可以从6分提升至8.5分 阅读永远是我们想要刷高分的时候 最容易提分的那么一个选项 这个分数如果拿不到 那就太可惜了 今天我们会把所有在雅思的题目的提醒 全部给大家讲解到 并且告诉大家备考思路 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拥有大师思维 真正可以快速提分 那么一点点的自我介绍 我已经有9年的雅思教学经验 全科教学听说读写都可以教 那么我是个人雅思总成绩8.5 其中口语8分 然后阅读的话是9分满分 我的阅读9分满分是大概40分钟 就可以把我们的三篇文章全部做完 然后能自己非常清楚的是考到了满分 这么个情况 那么曾经我的英语也非常的差 那么在高中初中的时候 我都记得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比如说150分满分 经常也就只能考到个一百零几 一百一那样 所以英语的基础并没有到那么的扎实 一开始的话刚开始考从高中的时候考是5.5分 那么一直到现在8.5分 其中考到了所有的你能想象到的阶段 那么考到过5.5考到过6分 6.5 6.5的时候小分不足于那个6分 然后后来考到7 7.5 8分没有考过直接8.5了 对吧 所以我们各个分段 我自己个人都有完全亲身的体会 所以自己有一套 怎么去理解所有的题目的一套心得 那么我们已经上千的学员商案了 其中就我单纯我知道的 上7分的同学就超过百人 那么我们一些学员的初分 给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 我们有一些相对来说阅读分数比较高的同学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这个7.5分 然后也有右手边有8.5分 然后我们这个左边有8分 中间8.5分 右手边有阅读9分 我们还有这个手考6.5阅读8的 然后我们也有阅读8分 后面有手考阅读8.5分 其实呢也非常非常多 在这里呢就稍微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的学员的阅读 其实我们不会满足于就考个6分 6.5分 满足他的小分要求 这是不太可能的 连7分在我们的阅读学员里面 都已经算很普通 很多很多的学生都可以考到非常惊艳的分数 也就是我们能看到的7.5分级以上 对吧尤其是我们还有一些8.5分9分的同学 所以呢在这里就是告诉大家 你的目标呢 如果你现在是个雅思小白 你的目标确实可以先放在 我们先拿一个6.5分 6.5分对吧 7分这种第一分段 你先可以给大家这么设立一个目标 但实际上在比较有限的学习时间之内 你还是有很大机会可以应该把自己目标放在更高 因为有很多我们的学生都可以达到7.5分8分8.5分9分 OK 所以这也是我们阅读这个项目的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显著的帮助你提高你最后的总分 比如我们有的个别的学校 个别的专业 我们有一个总分7分的要求 但是呢它可能小分的要求就还是6分 所以在这种时候对你最方便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把听力阅读的分数提上去 然后呢写作口语保一个6分 你的分数就拿到了 你就出国就完了 对吧 所以呢阅读是我们非常容易拿高分的一个项目 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练好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雅思阅读的一些简介啊 一些它的基本信息 我们首先的话呢 雅思阅读有两种考试 其实我们雅思就两种考试嘛 然后A类和G类呢 它的阅读考的不一样 我们大部分同学是属于这个出国留学的 A类 你是有三篇文章 然后我们G类的同学呢 是五篇文章 但是五篇不代表它难 因为它有四篇 非常短也非常简单 然后它有一篇呢 是难度比较接近于A类 比较接近于A类 然后A类我们的文章里面 它长度呢大概是1000字左右 所以说三篇的话呢 其实3000字对于我们很多刚开始学习的同学呢 还是蛮多的啊 蛮长的 所以有很多我们同学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做完题啊 然后我们只有60分钟 60分钟它是没有时间单独给你把你的答案放到你的答题纸上的 如果你是指考的话 对吧 所以呢 你就是60分钟你就必须把题目写完了 对于我们G考的同学呢 你没有放到答题纸上这么一个动作啊 就是它给你挖的空就在那填就行了 那一会儿的话呢 我也是给大家做一个G考的演示 我说G考比较友好呢 怎么说呢 它比直考没有到好到特别特别多啊 不像就是说听力 直考明显的会比G考大家会更舒服 对吧 但是阅读的话呢 就是说它的好处是在于你旁边右边是题 左边是文章 这样的话呢 你看着方便啊 不用在那翻来翻去的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是G考友好 但并不代表它真的会能帮助你特别多啊 一会儿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但它的不好的处 不好的地方就是它肯定不如直考 你能做的这个标记啊 记号什么的 那么方便啊 那你基本上大部分同学就只能是依靠于用它那个 高光就是那个highlight 来给自己做笔记 那么这个你能不能掌握熟练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总共会有40道题 所以说你40除以3 你就会发现啊 你A类的话平均啊 每篇文章是13到14道题啊 所以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我们G类的同学呢 你现在也没有走错 因为G类你会发现四篇简单 一篇A类相对来说比较难 你只去准备那个四篇简单 对你呢意义不大 因为一旦你会了这一篇A类 你那四篇就是白给分一样 所以说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按着A类的学 然后降维打击去考G类 会让你更容易拿到高分 我们最终的评分标准是这个样子啊 40道题里边 如果你对27个 你就65 6.5分啊 如果你对了33个34个 你就是7.5分 那对于我们9分8.5的同学啊 就是如果你错一个 你也是9分啊 但你如果错俩 你就8.5了 OK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看我们有那么多的学员 7.5分8分8.5分9分都有 对吧 你现在在看 哇那他们的正确率真的是很高 为什么这么高正确率 因为当你掌握了方法 掌握了基础 尤其是对这个提型的理解 给它透彻了之后 真的还是非常容易拿到我们非常高的分数的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阅读的三座大山 也就是说真正阻碍我们如何考到高分 主要就是这么三点 一个是词汇 一个是语法 一个是速读 其实呢 看起来也非常简单 那么什么叫做词汇 有多少词汇才叫够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 它是一个大概 亚思分数和词汇量的一个对照 那么我们高中毕业 如果你有个3500的词汇量 那你基本上呢 是会 就是说在比较短期的时间内 就可以考到6分的 那如果你是四六级考研的水平 你在比较短期的时间内 可以考到6.5分 但是为什么你说 那我多了这么多词汇量 为什么我不能考到7分 不是说不能考到 而是短时间 短时间之内没有那么容易 6.5分到7分 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卡 这个不是很容易去跨越到 是需要自己投入一些练习 投入一些精力的 那么亚思和托福 就是你出国留学所需要的词汇的话 一般来说5000到1万 就足够你能考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了 你出国肯定没问题了 那你具体你说我想考的再高 我之后在国外我要有一些professional jobs 对吧 然后我在国外听课什么的 我也都非常 对吧 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听课 非常非常的顺 跟别人沟通 对吧 谈笑风生 那这个词汇量可能不太够 不太够 但是对于我们亚思这个考试来说 你说我就考到一个8分 如在你对题目理解 以及技巧各方面 理解都比较深刻的情况下 你1万词汇是能搞定的 我们在词汇这个地方 我们在短期提升自己词汇的话 你比如说我就3500词怎么办 我们可以通过构词法的方式 来帮你 对吧 拿到一些前缀 拿到一些后缀 拿到一些词根 你就可以把目前你自己已有的词汇量 给它迅速的拓展 迅速的拓展 能再拓上至少2000个词 而且我们在这个讲这个词汇里面 它的这个词汇都是属于亚思里边常考的点 OK 那么另外一批词汇 你比较需要注意的 就是叫做听力学术类高频词汇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听力词汇 其实它最高频的就那么2000个词 那些词汇里面有很多对你阅读 也是有帮助的 也是常考的 因为在我们听力的part 3和part 4里面 它是比较偏学术化 所以它里面拥有到的很多词汇 是跟我们阅读里面的这些文章 也是会非常有类似的 那在这种时候 如果你把听力的这些准备好 其实卡2000词也不多 范围挺小的 它也可以极大的帮助你阅读 再一点就是我们叫做高频的同意词替换 因为阅读里面经炒考 它不是说 你的题目里面是这个单词 你的这个文章里边是同一个词 它通常是一个同意替换词 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一些词汇准备好 你就已经具有了非常好的一个词汇底子 那么语法的话我们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长难句语法技巧 长难句里面我个人认为就一个最最最主要的考点 当你把它掌握之后 你的长难句就搞定了 然后其余的话我们有一个叫做十大考点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属于说句子之间的这个十大 就是说当你在读题的时候 你怎么去识别这个考试这个题目 它想考你什么样的关系 有这么十大关系 非常非常重要 OK 然后我们提醒里面呢 有这个非常specific的做题技巧 因为我们大概呢 我可以把它分成五大类的提醒 然后但是一会儿我们会看到 它应该算是有八个提醒 也有人分的更细 我觉得那也就没有必要了 每个提醒它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那我们了解这些特点的话呢 就会帮助到你下面第三点 也就是你的做题速度 OK 你的提醒出题的理解 极大的帮助你提升你的速度 然后呢 在方法里面我们有这个就是三篇嘛 三篇阅读 我们还有这个定位法和平行阅读法 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刚开始接触雅思的时候 你真的是阅读速度 没有那么快 这个我们60分钟做40道题 而且要读大概3000字的文章 对于很多人来说 时间是不够用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去找一些讨巧的方法 在你不同分段 不同基础的情况下 我们有这个具体的方法让你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能做出最多的题目 OK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练习加上改错的总结 这样三座大山 我们把它跨越过去 你就可以拿到非常影响的分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阅读总共有多少个题型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我说大概呢 如果我们不分的那么细的话 就是五个题型 前面第一排 第一排都我们都可以管它叫做天空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有这个lease of headings 一会我们来看啊 其实主要就是选断意这么个情况 然后呢 我们有matching matching的话呢 有一种叫做很具体的 也就是说 它会给你一些人名啊 或者说给你一些年份的名字啊 年份 然后让你选说 这一句话是跟哪一个人有关 或者说这一句话是跟哪一年有关啊 然后另一种matching呢 就是matching段落 它跟这个heading基本上是相反的 一种方式 反正你就把它理解成是匹配断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判断题 判断题别问 平时的判断题难的一点是 它多了一个叫做NG 叫做not given 就是说文章里边没出现这个信息 所以这通常呢 对于我们学生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尤其是怎么判断这句话是错的 还是真的没有出现 然后尤其是如果我们同学 在你的词汇量高方面对吧 都不是很到位的情况下 你真的很难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文章中有没有出现 对吧 因为可能对你来说 如果说词汇你搞不定 同一替换你搞不定 完全没有就是积累的情况下 你可能觉得什么都没出现 所以你什么都想选到基本 所以这是一个难点 然后最后呢是我们一个选择题 选择题跟我们平时做选择题区别不大 区别不大 OK 那这个呢就是整体我们总共有这么多种题型 然后呢我给大家选了一套非常不错的题目 我觉得就是剑十八的这个第三套题 那它呢里面所有的这个题型都已经涵盖到了 所以呢我来手把手的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并且给大家提供一些 针对这些题型的应对的思路 OK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来拿到我们的这个剑雅第十八套 然后呢第三套题 这里面呢大部分所有我们的题型它都涵盖到了 所以呢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一个演示啊 然后来告诉大家怎么去准备这些不同的题型 OK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那首先呢我们拿到第一篇文章 我们先来一起过一下题型 第一个题型是肯定是我们所谓的matching 也就是那个匹配题 它属于一个匹配段译的题目 也就是说我们选一下 你看这里每一段我们它都进行了一个这个ABCD的这么一个标记 然后在这里呢它给了你的选项 对吧 然后当你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你选择哪一段里出现了这个信息 这要出现了你就可以选 OK 所以这个题目呢我们来看 下面有这一个是填空 这是填空题 这是属于我们叫做那个summary的那个填空 相当于它是把可能是一段可能是两段到三段的内容 它把它变成了这么简写 浓缩成了这么一段话 然后呢挖几个空让你去填 OK 这个比我们的句子填空的还是要难度高一点点的 但是它呢另一种变形叫做词库填空 词库填空咱们后边有啊 这儿还没有 所以这个普遍来说难度偏低 偏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又是个什么 link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with people 下面的话呢这又是什么匹配题 怎么个匹配的方法呢 这叫做我们那个人名匹配 人名匹配 下面呢有四个人字名字 然后呢你就选这句话 这句话是跟谁相关的 跟谁相关 谁说这句话 这里有一个重点 you may use any letter more than once 这也是废话 因为你下边有四个选项 但你有五道题 对吧 所以肯定至少有一个字母是要用超过一次的 OK 好 那这个题目我们看完之后 我们来看下 这个是下 我们来看下一篇啊 下一篇文章这里有一个heading题 我们就做的那个list of headings OK 这个heading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你选 说啊 这哪一段的总结内容是这个 是这个东西 你就选它就行了 那这句话呢 就是尽可能的要包含整段的含义 整段的含义 有它有一个提形的变形 就是说 它把这个改成叫做section 它而不是一段 也就是说它那一个section 比如说sectionA里边 它就有两段 然后sectionB里边可能有一段 sectionC里边有两段 你的这个heading一定要包含这两段 如果说它里边有两段 这两段的内容都要包含 只包含一段的话是不行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边这个什么提形 这个明显的就是 choose the correct letter A B C D OK 这是个选择题 这选择题 你真正考试的时候 它不是这样 它不用你点一下 它打开 没有这个情况 但是毕竟 这个其实已经对于机考来说 已经算做的非常类似了 非常类似了 但体验还是不如你考试的体验 然后在下面是一个summery填空 summery填空 这又是我们普通填空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篇 第三篇 第一个有一个choose the correct letter 选择题 选择题 后边又有一个填空 这填空变成什么 瓷库填空 诶 词库填空啥意思 就是它还是一个summery 但是你要从下面去来选 然后填在里边 这个要比普通的summery要难 因为普通summery 你只需要填原词就行了 因为你去文章中找原词 但是这种词库summery 它的词里面给的你不是原词 而是同意替换 同意替换 所以这个时候呢 难度会相对来说比较高 难度比较高 然后最后我们有一个选择题 就是那个yes no no given 就是对错还是没出现 好吧 所以咱们的题型呢 就全涵盖了 唯独缺一个就是 对吧 应该就缺一个那个句子填空 其余的咱都有 但句子填空跟summery填空来说 句子填空更简单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目前呢 就是什么题型都有 然后最最最简单的那些题型 咱没有 但是呢 它做题方法跟summery填空几乎一样 OK 好 那我们把这些题目呢 我们先来练一个 题型吧 我们叫题型啊 我们先来从 从简单 或者说我们叫从稳定到不稳定 就是这个 它的简单还是难 这个主要呢 因人而异 对吧 你词汇量大 还是你习惯做什么 这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呢 有的题型它更稳定 有的题型它不稳定 那如果我们按这么一个分类来说的话呢 最稳定的应该是填空 对吧 填空 咱们这个非词库啊 OK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heading OK 然后呢 我们可能说这个matching 是吧 年份 matching年份这种挺稳定的 然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排序 我们还可以这样 其实选择和判断差不太多 我们先就判断吧 判断 然后呢 选择 填空 词库 匹配 短 OK 所以呢 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这个从稳定到不稳定的排序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那我们逐个的来看 好吧 因为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是带着大家把所有的这个阅读的内容都给他学习一下 所以呢 我们先不去考虑那个所谓的你是用定位法还是用这个我们叫做平行阅读法 那么因为说实在的咱们最开始学的时候你都应该掌握的是定位因为你是按提醒来学为什么是按提醒来学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水平就不够的情况下用那个所谓的平行阅读对你没有帮助啊 我们最后再去讲那个啊 我们先不看 OK 那我们先来找一个非词库的填空题 好吧 我们先来找一个非词库的填空题 应该是第2篇第1篇也有啊 做第1篇的吧 第1篇的 OK 第1篇 Here we go 好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题目 Complete summary below Choose one word only OK 一定要怎样 技巧哈 技巧开始 保证 这个填几个词 这个东西呢要知道咱们这只让填一个词你就填一个就行了啊 它都是什么填 文章原词 OK 填文章原词 它是还是个什么顺序题 啥叫顺序题 就是说它 如果当你定位到一个题目里有人就说你第6题找着了 你基本往前找 1到2句就是第5题 往后找1到2句就是第7题 极个别的情况下有出现过颠倒的情况 所以你不要盲目的就说啊我这一定就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几乎它就是顺序的 这些题它们分布非常的 相近 OK 非常相近 可定位 或者说可定位就好定位 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 你比较容易找到一些词 然后呢 去知道这个题目是从哪段啊什么地方出来的 OK 好然后技巧我们大概这样然后一会我们再来总结啊 然后呢你可定位的话你就要画定位词 那什么叫做定位词 定位词一般来说最好用的是什么名词 OK 实在不行你还可以用什么动作 实在不行啊 然后你再实实实实实在不行 其实那个一般我们就管它叫做限定词 那是比较突出于就是说让你 定位 定位是让你找到在哪一句话限定词是 到底让你选哪一个词啊 就是说确定那个答案啊 那就是限定词 但是我们现在不分的那么细 最后呢可能说我们就是形容词复词 这种也行啊 名词里边还包括什么数字 人名 那种是更好啊 然后或者说那种就是特殊名词 特殊名词一般我都喜欢把它叫什么 你比如说长城 The Great Walls 就这种明显的它就是一个不可能改变的一个事情 北京对吧 这东西没法改 没办法替换 所以这东西对你来说用定位特别稳定 特别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啊 首先呢 你怎么读这个题目 先稍微看一下这个标题啊 稍微看一下 不用太纠结啊 Making buildings with wood OK 用木头盖房子 用木头盖房子 那再看一下我们这文章大标题是什么 Materials to take us beyond concrete 就是一个能让我们超越水泥 或者说不只是用水泥的一个什么材料啊 小标题 concrete the area but the bed for the planet generating large amount of carbon dioxide alternatives are being developed 水泥非常好 但是呢 对环境不好 现在呢 在看别的不同的选项 OK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们就是你看了这个标题 你就知道这文章干嘛 讲盖房子 讲盖房子 然后他肯定要先去讲水泥的好与坏 最后再去讲什么 你想想你这文章会不会这么写 你先讲水泥啊 过去我们都用水泥 后来水泥有这个热热热的好处 对吧 所以我们用 然后水泥有这个热热的不好 所以我们在寻求不同的替换 然后最终我们想到找到了某一种替换 或者说某不同种替换 去这几个意思 OK 所以从这儿我们就已经知道 这个题目 对吧 我们现在这个填空题 明显是让你找什么木头的 代表你的题目出现在哪 文章中后段 我感觉就是这样 至少前两段也不太可能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呢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扫 你嘎嘞 扫到了wood 现在很开心 所以大致知道 using wood to construct buildings OK 好 你再往后看 好像wood不一样了 好 估计就是地和异端 地和异端 好 现在我们段落知道了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我们做题的话要看细节 OK 我看一下我们到底要填什么 wood is a traditional building material but currently but current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re encouraging 什么 to use wood in moder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encouraging 什么 to use OK encouraging 鼓励 鼓励什么东西 来使用 OK 好 那我们一会儿去找 我们先把题读完 using wood however has its challenges for example challenges 所以后边这个6肯定是一个challenges 一个不好的出 一个挑战 for example 举例子 as什么in the atmosphere inter wood 什么in the atmosphere OK atmosphere 大气 什么东西 大气中的什么东西 进入木头 it increases in size it是谁 在这儿指导的是谁 这儿有个痘号 对吧 痘号完了 仅跟eat interes wood 也就是说木头 怎样 会变大 木头会变大 OK in addition 然后后边呢 就有一个什么past 你看 我们这儿 你就不用读得太细了 因为什么 因为你看 到第七题之前 这一整句话 应该两句话 这两句话 没有答案 没有就是说考察的地方 所以你就勾画一下什么 名词 但你就别画这个wood了 因为你已经知道 你现在就找的东西 就是wood 对吧 你再去画它 没什么意义了 however wood wood can be turned into a better construction material if it is treated and combined with other materials OK 所以你看 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名词 我干嘛 画个动词 画个动词 treated and combined OK 好 in one process 就是一个流程里面 怎样 什么of solid wood are glued together OK 所以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叫做solid wood solid wood和wood 可不太一样了 然后呢 glue together glue 你看 粘在一起 这个东西 动作 to create building blocks OK 现在有一个词叫blocks 你想blocks 我什么东西是blocks的替换 blocks就是那个方块 对吧 一个块 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就非常好 就代表基本上呢 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定位 可以帮助定位 然后these blocks are lighter than concrete and steel but equal them in strength experts 你看这个又没什么用 experts says that wooden buildings are improvement on those made of concrete and steel in terms of the什么 width OK 所以现在呢 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 wooden building OK 跟谁对比呢 concrete and steel 就是用concrete and steel做的building in terms of 在什么方面 in terms of the什么 width which they can be constructed and how much noise OK noise generated by the process OK 所以现在呢 我们这个八这儿不是特别好 但是这儿呢 有一个词就叫做 the in terms of the什么 which 你要想想 什么时候我们在名词前面 或者我们在词前面加the 一般要么是只带 前面一个什么提了到过的东西 要么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我认为 即使 因为咱们这已经是缩写了 前 它并不一定要指的到前面能怎么样 但是在文章中 我估计八成 这个 hopefully 这个词目前面还是会有一个泽 也会帮助我们进行一个定位 对不对 因为 它这东西非常固定了 它他们两个估计就是 配对配的一起了 希望是这样 OK 然后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当然这所有的都不一定是完全绝对的 这就是我们在分析这个题目 但实际上你这张做的时候并不一定有那么难 因为我们现在呢已经首先定位到了段 对吧 段我们已经定位到了 然后呢 我们就是跟着往下读 然后看看什么时候出现到了我们定位词 我们就停一下 看一下 好吧 OK 我们来看一下地段 positive alternative concrete is good 我们现在来找的是什么 encouraging什么 to use wood in modern construction 希望我们能找到跟modern construction相关了 but climate change is driving 这里 environmental concerns 对吧 这有一个观点 就是什么东西是促使来让他们使用木头的跟环境相关的一些这个concerns OK 好 我们来这个climate change是个环境相关的concerns it's driving driving architects 名词来了 因为我们这里应该是比较清楚是要用名词的吧 因为什么东西来使用 那你不能说动词来使用 对吧 那你可能是一个名词来使用 OK architects 建筑师to turn to treated lumber as a possible resource recent years have been seen emergency tall buildings constructed almost entirely from timber OK 然后 OK 然后说 all homes to constructed tall wooden buildings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感觉什么 recent years 你看recent years跟谁一样 是不是 modern 哦 你说那recent years跟modern就一样 一定是相关的吗 不一定 所以我们那个所谓的同意替换里面 它并不是同一词 你知道吧 这是你 你这个学习久之后 你会有一点感受的 你能感觉到哪是个替换 那我们先把它写上 好吧 我们先写上 不一定对 我们先写上 architects 我们把这个词写在这 因为别的你没有什么可填的了 这就有一个人 是这样 对吧 architects to turn to treated timber OK to 就是这个人 to怎样 好吧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 先把它填在这 后面我们说这个有什么challenges for example 然后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 大气中的什么东西 可以让这个木头变大 木头变大 however it's not that straightforward expand as it absorbed okay expand 是什么扩大 所以 increase in size 有了 对吧 as it absorb something from the air okay here we go air是什么 atmosphere 出现了 好 absorb 吸收什么东西 moisture 所以这写什么 moisture 就是什么 moisture应该怎么翻译 潮湿 湿度 就是 水分吧 可能 你就这么去了解就行了 OK 你说 真的就填这个吗 yes 为什么 后边 你看我们后边有一个什么 in addition wood is prone to past past出现了 OK not to mention fire 然后后边就however了 所以这已经过去了 对吧 这件事已经完事了 过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代表什么 我们答案句就在哪 就在这 past出现了 air出现了 好 我们这应该填一个什么词 for example as什么in the atmosphere 名词吧 你能说动词吗 as running in as run in the atmosphere 没有这种东西吧 所以填一个名词 这还有名词吗 你能填wood吗 不能吧 wood是你的主语不 所以 然后expand什么 increase in size 这是个动词 所以这时候你能干嘛 填名词 ok 所以我们现在再总结一点 选答案词的时候 选答案词的时候 可以确定词性 然后在答案句用排除法 可以这么做吧 答案句用排除法 就是在你 假设你词汇量也不行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的时候 你可以用排除法 就是如果说你这句话 看不懂 你就证不着 用排除法 有很大的概率 能让你作对 能让你作对 ok 这个应该就这样 用定位词 确立答案句 可以吧 定位词 确立答案句 然后选答案词的时候 确定词性 空 让你填上什么词性 然后答案句中 用排除法 把它选出来 ok 好 然后我们这儿完了 完了之后 你看 然后中间一堆废话 然后它有一个什么 treated and combined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cross laminate ok adhesive is used to stick 好 我现在看见一个什么东西 stick stick是什么 粘吧 粘吧 这是不是glue glue ok 然后solid swan timber ok 所以现在是不是看了一个 叫做solid timber其实就是木头 就是木头 但我其实分不太清 什么叫做 就是timber和什么 不叫timber的那种 木头 有什么 本质的区别 我分不太清 就是随便这边盖房 都是用木头的 but anyway 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 solid swan timber 也就是solid wood 出现了 然后 unadhesive is used to stick layers of 这个木头 to form building blocks ok 我们是不是看到了 building blocks ok form 是不是跟create 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 好 所以代表我们答案句 是不是就在这 这就是我们答案句 所以咱们不用争论了 答案句有了 答案句有了之后 来看一下我们第六点 什么 确认词性 我们这里要填什么词 什么of solid wood 而glued 对吧 名词 因为叫做什么of 什么 对吧 叫做solid wood 的什么东西 ok 好 那这里看我们能不能找到类似的 就是你看 你比如说a of b 就等于什么 b的a吧 你看 a of b 就等于b的a 可以吧 可以吧 所以我们这儿有什么of solid wood 我们就有两种情况 一种你能找到什么of solid wood 或者你能找到solid wood的什么 好 那这里有没有 to stick layers of solid sone timber together 好 那这里填啥 layers 可以吧 你还有别的能填的吗 没什么填的了 还有名词吗 有一个 unadhesive is used to solid ok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来被使用了之后 来把木头 粘在一起 in one process 什么of solid wood are glued together 有说什么 被使用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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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里的话 排除前面这个名词 这里就只剩这个名词了 用它就行了 好吧 ok 然后后边这又是个废话 没什么用 expert says 这种building are an improvement of those means concrete and steel in terms of什么 with ok in terms of the 什么 with which they can be constructed 就是 他们能 被建造的什么东西 的什么 and how much noise 这时候看我们能不能找到noise noise找不到 找到了什么 cualter 安静的 所以这边什么 答案句就在这 答案句就在这 expert有没有 expert says 对吧 所以答案句就在这 就在这 所以这种building can be constructed at a greater speed ok than one of concrete and steel concrete and steel and the process it seems is quieter ok 所以quieter 代表你的noise 已经使用到了 这个东西没有了 另外一个 唯一的区别在于哪 greater speed 就是faster 在这里呢 让你填名 平凝死 还是凝死 in terms of the 肯定是填名词了吧 因为你形容词 后边得形容东西 形容词 副词这些 你后边得填什么 后边得填名词和 动词不 这里边有名词和动词吗 没有啊 the speed 所以这里呢 填这个名词就行了 ok 好 所以这题目呢 我们就做出来了 我们再总结一下啊 这个我们填空体 非词库的技巧 首先保证填几个词 看明白 这会帮助我们判断 一般都是填一个啊 然后呢 他一定要填文章原词 别自个儿瞎改 你改了肯定是错的 不给分啊 尤其是注意 那个文章中 如果是这个 就是复数 你也填复数啊 顺序词 你看了啊 咱们这个答案 是怎么出来的 第一个architect 后边是 moisture在哪 moisture 对吧 第二题 moisture 后来呢 layers 好吧 layers有吧 speed 好吧 是不是顺着来的 你定到一个之后 后面就全来了啊 小标题对你有点帮助 小标题 通常可以让你快速的判断 在哪一段 但是我这儿 我就不给你夹那个总结了 因为怎么说呢 你万一你句子填空 基本上你的技巧是一样的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白了 咱也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有这个本事 或者说所有的这个小标题都这么 简单清晰明了 能真的帮助你定位到啊 所以你在这了解一下就行了 我就不给大家总结成一个技巧了 好吧 OK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这个填空做完了啊 咱还是同一篇文章 咱先把这个年份这个看 好吧 年份这个呢 也不难啊 他和海景你说到底谁稳定也不好说 因为其实他们难度都不大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年份题啊 年份题 OK 呃 在这儿呢 他就不是年份了啊 他就是这个人名 但是是一种类型 为什么他们是一种类型呢 因为他们都很容易定位 就是你实在找不着这个句子 你还能去找谁 你能找这人的名字 对不对 这人名字能改吗 年份 是吧 1994年 2025年 2025年没开始 能改吗 他改不了 对吧 改不了 所以代表 所以代表你就算是实在日子过不下去了 你还能去找这个人的名字来去找那一段 OK 呃 所以呢 就是他给你更多的一种呃便利性 OK 好 技巧 首先 首先呢 就是说实在定位不到句子还可以用选项去定位 以 这个主要的是干嘛 以避免 以避免什么 在 非 答案 都晚 浪费时间 啥意思呢 如果说你这一段里边一个人名都没出现 你还读他嘛 你就不读了 对吧 因为这跟你这题完全没关系 啊 哎 所以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 因为有同学他就 你比如说这里边 他勾一个cement cement 而是混凝土 我记得是这意思啊 然后你想啊 你混凝土就是 用来做水泥的 所以你这个水泥体里边是不是会有很多个这个混凝土 我猜测啊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定位词 不是 对吧 但是你不认识他 你也不知道 对吧 就假设啊 咱们咱不认识这词的话 你也不知道他好不好是 所以如果你只用 就是说我们先去读题目中画一些定位词 我们进文章中去定 你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这时候有可能会在没有人名的那段上会浪费时间 啊 是这一次 那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知道了啊 如果没有人名出现 这段就没有读的必要 好吧 所以相对来说会给你降低一些时间啊 然后定位词 嗯 勾画 OK 定位词勾画比较重要啊 咱们上面已经讲了 什么叫做定位词 好 然后就没什么太多别的 一会咱们想到什么 咱们再总结啊 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the environmental advantage of cement alternatives OK of cement alternatives 所以这是谁是重点 是cement还是cement alternatives cement alternatives 对吧 这是一个词啊 may not be as great as initially assumed OK initially 这种词你必须得会啊 一开始 originally 或者说first 他们都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替换啊 所以咱们在那个替换表里边 咱们是有这些词的啊 然后这点哈 may not be as great as OK 有这种as as的时候 你都很喜欢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个对比 它是有一个对比关系啊 好 那这里呢 这句话 我们读下来是什么意思 一开始想象到的好处 你说这个好处 咱们能不能去定位一下 定位不了啊 定位不了 因为这肯定 它文章中会讲具体的那个好处啊 但是它可以作为你一个限定 什么的限定呢 或者就说帮助你了解一下 你这句找的对不对 对吧 因为这个是最终就是说 它得讲到一些 cement alternatives的好处 对吧 所以它这句话主要说 就是cement alternatives 它可替代的选项 的环境好处 并没有一开始想象的那么多 那么好 OK 好 然后第二题 it would be hard to create a construction alternative to concrete that offers so many comparable benefits 所以这里的话呢 就你看 you would be hard OK 某个人觉得 这个 alternatives alternatives to concrete 就跟什么alternative 这是一个意思 好吧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 ba of b等于ba 或者a of b等于b4a 这样 这样理解 好吧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觉得主要能给你带来 比较好的 定 不能叫定位吧 好的帮你判断的一点 是在于什么 so many 非常什么 极端 的一个词汇 好 那我们在这里呢 写一下 这属于我们这个 形容词副词吧 咱们就把它归到这一类里边 极端词汇 OK 极值 你不是说most first first best 这种词啊 你在文章中非常能感受到它出现了 好不好 OK 好 来 下一个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has led to increase interest in wood as a construction material OK 所以这些人主要是讲到了 对于环境的担忧 导致了 increase interest in wood 对于环境的担忧 OK 有点 vague 有点模糊 估计不是很好使 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expense has been a factor in the negative response OK expense 费用 has been a factor in the negative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ement 新式的混凝土 新式的混凝土好像很贵 好像是这意思 OK 然后导致了一些这个非常消极的这种 大家的回应啊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OK environmental damage 这能做定位吗 不一定啊 但是呢 你能怎么理解 damage environmental damage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它什么样子做对环境的破坏 比如说有 adol 就像他说的有二氧化碳了吧 导致climate change了吧 这些那些啊 by concrete is due to it being produced in large quantity 好 它被建造了在于很大的数量 那这重点突出于数量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 他也是来抨击水泥 但是他讲的跟数量没关系 那这时候你选不选 你也不选啊 OK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有什么人名啊 第一个是这个cc 第二个是mm 第三个是asn的对吧 这里边其实你主要记记什么啊 人名的话啊 主要 对 这样吧 姓 就是last name 主要就要有印象 啥意思呢 就是你你回去文章看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呢 他们会说 谁谁谁says 然后很可能他不会把这整个人的名字都再给你打出来 对吧 你比如说他在这一段 他刚开始讲这个人的时候 他可能会这么说 但等后面再讲一讲 可能 你看 是不是 他就只讲他last name了 所以这时候呢 你一定要对他的这个姓要稍微的更有印象一点 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的这个姓啊 他长得特别像 就是普通的一个词 你看这个cheesman 哇天 他如果没这个man 他就叫cheese怎么办 你可能就反应不过来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对他后面这个last name有一点印象 然后as后边这个d这是两个人 这两个人就更好找对吧 他就他在文章中的一大块 你比如说我们迅速来扫一下 你说这俩人可能会出现在哪 我这找了一个mm 估计是不是最后一段 你看 这一大块 你立马就能看出他们来 ok好 那我们现在呢 对这个题目有了一些基本判断 我们现在进入文章中干嘛 扫人名 扫人名 看这段需不需要读 第一段有没有人名 第一段好没看见吧 有看到人名了 好像没有 ok第二段 有这个crease crease出现了 好那既然都出现了 我们再来读一下啊 the problem with replacing concrete is that it's so very good at what it does an engineer professor so it's the key thing to consider the extent to which concrete is used around the road is likely continue to be used concrete is not a high carbon product cement is a high product but concrete is not but in the scale on which it was used that make a hard carbon the sheer scale ok the sheer scale of manufacturing is so huge oh manufacture 咱们在哪刚看到了produce 是不是 生产 the sheer 你说sheer不认识 怎么办 好 scale scale 不认识 假设不认识啊 好 so huge huge认识吧 large 可以吧 是不是代表找到了 找到了啊 damage imermint damage 是什么 high carbon 高碳 可以吧 对环境不好 高碳对环境不好 好 这儿选谁 选A 好做吧 很好做 好 下面来看啊 有没有人名 有 chisman 有没有人名 chisman 好 继续读 not only the ingredients relatively cheap and found in abundance in most places around the globe ok the staff itself have marvelous properties ok 好 这现在在夸他了 他说 他moldable 非常容易成型 然后呢 可能容易变硬 also note another advantage 又有一个advantage 他又特别好 有什么呢 thermal expansion property 这对我们重要吗 不重要 但是我们知道 他有advantage 好吧 ok can be used on its own 好 太好了 all these factors together make concrete so hard to beat 就说 他实在是太棒了 concrete is amazing stuff making anything with similar property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这里边有我们什么可以选的吗 the environmental advantage 好 我们看到了advantage 对吧 of cement alternatives may not be as great an initially assumed 这个我们能选吗 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好选啊 因为他这里呢 有没有讲到他的alternative 好像目前不是特别明显 他只是说 他讲的更多的是 水泥的好处 对吧 讲的更多的是水泥优点特别多 然后他就是说 他很难被击败 making anything with similar property i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ok 所以这一段 我们怎样 是不是读到了很多 advantage 我们看到advantage 我们第一题能选吗 看一下 the environmental advantage of cement alternatives 有没有讲到 cement alternatives 没有 没有 有没有讲到 initially assume 就是他一开始想 这个东西特好 然后结果发现不好 没有 也没有 所以这也不能选 好 我们看第二题 it would be hard to create a construction alternative to concrete that offers so many comparable benefits 这是不是感觉能选 看 hard to beat 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 making anything with similar properties i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他有各种的advantage 好吧 所以怎样 可以选 可以选 好 第三题 worried about the environment has led to increase interest in wood 没讲到 wood没讲到 expense new cement 没讲到 所以ok 所以我们现在没丢什么东西 往下看 好 后面我们讲到了 wood 但是好像没见到过任何人名 没见到任何人名 好 f段来了 人民来了 mm来了 所以咱们说 the company is seeing increasing demand globally for building in wood with climate change concern the key driver ok concerned key driver 然后他说 Finland 什么样 has been leading the way the company is seeing a rising demand for this timber products across the world using timber also locks away the carbon that it absorbed as it grew but even treat treated wood has its limitation ok treated wood has its limitation and only when the wider range of construction have been proven in practice will it be possible to see wood as real alternative as a real alternative in constructing tall buildings 他说尤其是这个什么 高的建筑 好像是说 必须要用什么 还不太能用这个木头 还不太能用木头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 能不能选 the environmental advantage of cement alternatives may not as great as initially assumed 他有initially assumed吗 没有吧 他没有讲这个 他没有讲这个 他就讲了半天 就是说 木头挺好 现在需求量挺大 但是呢还需要 他有一些限制性 就是说 在这个 尤其是盖这个高楼的时候 不太好 还需要 什么 beimproven in practice 还需要看更多人们的实践 ok好 看下面 worry about environment has led to increase interest in wood 有吧 有什么 rise in the mind 是不是 人们对他的需求更大了 对他的兴趣更大了 好 所以这个能选 ok 好 那下一题 expense as factor negative response new cement 有讲到new cement吗 没有 没有 好 不用看了 好 就往下 flash and some of iron are possible alternatives to cement in the concrete mix ok anyway 咱们先找人名 好 人名来了 他说这个as 他说什么 noted that although these waste products can save carbon the use is not always straightforward it's possible to replace the cement to lower the overall impact but there are several calculation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these include factors in where they've been shipped from they're transported over a long distance using fossil fuels the use of alternative may not make sense for overall ok 所以他说 他需要考虑的就是 这里有很多factors 可以吧 他其实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一种新式的 cement 对啊 因为他说 他说 alternative to cement in a concrete mix 他说他把这个东西 就可以 这个混合在这个水泥里面 因为他们不是说了 是混凝土的 这个比较污染 对吧 比较高碳 但是呢 他用这个来代替混凝土 来做水泥的话 可能就没事了 所以这是他们的理论 好 那目前来看 目前来看 好像应该是 这儿 好像啊 但是呢 他又没有提到 expense 他又提到expense吗 没提 对吧 那叫这new cement吗 不是吧 这有点像new concrete 不像new cement ok 所以那我们现在就说 the environmental advantage of cement alternative 这个对吧 因为他说的是 他说 apossible alternatives to cement 好 那这个东西出现了 那这时候咱还需要 再考虑那么多 有的没的吗 不需要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as 他就是跟cement alternative相关的 你就选他就完了 你最后就剩一个题了吗 你这个题目的话是谁 new cement 好 那我们现在来确认一下 就是说 是不是最后一个人 讲的 最后这俩人 讲的new cement 然后有没有跟 就是说很贵相关的 就行了 ok while these technologies promise ideas they're either unproven or based on materials that are not abundant ok 这两个人 说什么 some novel cement novel cement novel是什么 小说 其实就是跟新的有关系 新的意思 have been discuss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without breaking through as present these alternatives are rarely as cost effective ok and they face raw material shortage and resistance ok cost effective 是什么 省钱的 rarely as rarely是什么意思 极少的 他们极少的能跟 普通的cement 这样一样的省钱 所以代表他很贵 可以吧 他很贵 随着说选谁 选他就行了 因为你看 其实你最重点的是什么 new cement 谁跟new cement有关系 只有他跟new cement有关系 其他人都跟他没关系 对吧 随着说你把他一选 就行了 ok 好 所以呢 这个定位词的构画 主要 还有一个 为了你什么 很大程度上 你最重要的定位词 出现的那段 由哪个人名 就已经可以选 对不对 所以刚才咱说了吧 cement alternatives 我们只有这个ac这一段由 好 那你就选他 然后 这个new cement 你只有选他 你就选他 然后large quantity produce large quantity 我们有了manufacture 有了 什么so huge 还是什么东西 选他就完了 在这给大家讲了这个matching题 它为什么简单 就是因为你即使定位不到这个句子 你还可以去找这个人 然后呢 你甚至可以就是像刚才我们做的时候 直接去找这个人 这段里边没有人名的时候 你就pass 不读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浪费时间 然后你要对性 就是他last name有印象 因为很多时候 你像刚才咱们这个 这儿 这里 对吧 他前面一开始介绍这人的时候是全名 后面就改成他的last name了 然后很大程度上 你最重要的那个定位词 你这不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这是真真正正这句话的主语 对吧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出现的那一段里边 有谁 你就选谁 基本上就对了 好不好 很大的成功的概率就对了 你如果说咱们就是 你的目标就先拿个6.5分 你就用这个去走概率 你很容易就能拿到这个分数 OK 好 这一个小技巧 告诉大家 alright 那既然咱们第一篇都已经读差不多了 咱们赶紧做一下这个题吧 然后就是说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题目是最不稳定的 所以我比较推荐你怎样 就是这个断义匹配 它为什么不稳定的原因是在于 不好找定位 因为它是什么 改写的断义 题目是改写的断义 所以题目改写断义意思是什么 它都是同意替换 如果说你词汇量不行 或者你同意替换不行的话 你很难看出来 就是你很难去直接的从文章中找出来 哪出现了这一段 这个非常难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题目少 段落多 容易浪费时间 就是因为你无头苍蝇一样 你找的时候你会浪费很多时间 而且不好用排除法 不好用排除法 因为你排除不了 所以这个是它的难点 也是为什么它很不稳定 也是为什么 其实大部分人会觉得这个题目是最难的 所以我给大家最终最好的建议就是什么 留在最后做 留在最后做的意思是 留在那一篇文章的最后做 你比如说像咱们这篇文章 咱们上来先做的是什么 填空 填空你会发现什么 特别好定位 定位完了之后 我们再做什么 人名 人名怎样 也很好定位 好 现在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这俩做完了之后 你看我们看 我们除了第一段以外 所有的段落全读了一个遍 你现在大概每一段讲了点什么 你大致是有印象 你大致知道在干嘛 所以这时候你看 你有四个题目 你是不是至少有三个题目 就是你只有A段没读 你别的都读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再让你去做这个 你还需要定位吗 不太需要定位了吧 因为文章已经差不多读完了 我才发现你们看不见 好 那我们先来 那你怎么做 你还是做 就做什么 定位限定 你还画吗 再画 定位限定 帮助 理解 这个 这个 问题句吧 就这样吧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地体 an explanation of the industrial processes that create potential raw material for concrete 好 我们啊 我们要产生的是potential raw material for谁 concrete concrete 好 因为你如果一开始看到 一个industrial processes 这好像很像我们那会讲的那个木头吧 在这里 就什么 把它粘在一起啊 又怎样又怎样 但重点是 它建造的是一种水泥的这个叫做原材料啊 哪讲到水泥原材料了 我们记得在应该是最后一段吧 不是最后一段 那个as as那个人 对吧 as这里吧 concrete mix 对不对 concrete mix 然后他这讲到了怎么着弄concrete mix 什么样的process 把15%或30%怎么怎么着 然后就能做成concrete mix 所以这选谁 g 可以吧 这选g就行了 你说你怎么这么清楚 你就能选了 你不然的话 咱们就来回来看 前面一直在说 啊 我们为什么用了那么多concrete 后边我们说concrete好处太多了 所以非常难击垮它 d和e在讲木头怎么办 f在讲的是 现在用木头的需求量变大了 然后你就只剩下这两段了吗 那你最后一段你知道是个new cement 对吧 是个new cement 然后但g的话 但是他没有讲到任何叫做什么 industrial processes 怎么生产 什么东西都没讲 对吧 还是他讲的是new cement 他讲的是concrete吗 不是 他讲的不是 只有这儿讲了半天concrete 新concrete 对吧 所以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选他就行了 好 第二题 reference to the various 好 various locations 很好 where high rises wooden building ok 好 首先location 地点 哪有地点 特别简单 刚才我们看到了 ok 这里 vancouver 挪威 是不是就是地点 好 然后high rise 什么 tau wooden wooden 有了 都有了 选d 选d ok 好 第三题 indication how widely available the raw material of concrete are widely available ok 就是concrete他的这个原材料多么的好找啊 多么的好找 哪里讲过 我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在夸他的时候讲过 夸他 哎呀 又便宜又怎么着 hard to beat 好 我们来看这儿是不是 ingredient 是不是raw material 有了吧 relatively cheap and funding abundance in most places around the globe 很好找到 而且有大量 选c就行了 好 四 the belief that more high rises wooden building are needed ok before wood can be regulated as a viable construction material 这个咱又知道了 为什么 咱就是说 是不是那个mm 他有讲说 啊 那我们需要看一下更多的实践 对吧 虽然现在大家对他都很感兴趣 但是我们还需要看更多的实践 来保证他可以用来建造更高的房子 所以我在这儿的话呢 我已经选f就行了 ok 好 就可以了 alright 所以这儿的话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 当你看 我们之所以能做这么快 是因为 我们每一段已经读完了 然后这时候呢 你画一下定位限定 你会发现你非常清楚 你的定位限定在哪段出现了 你去确认一下 一选搞定了 好吧 这样的话呢 极大的提高 你做对题目的正确率 ok 好 那刚好我们第一篇结束 然后呢 我重新把它重新开始一下 咱们看第二篇 刚好第二篇有什么 hiding 你看啊 按我们题目分析来说 如当我们有hiding的时候 你看我们有hiding 然后这个是选择 然后后面有填空 我们应该怎么去选 来做这个题目的顺序 你说我可以先来做填空吗 可以 没有问题 我可不可以先做hiding 也是可以 我会比较推荐先做hiding 这个其实呢 根据你个人习惯吧 这两个你先做谁都行 主要的原因是这样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hiding 这题到底长什么样了 你看 我们这每一个hiding里面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总结的段译 对吧 总结的段译 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一段里边 你比如说这道题 假设什么marketing issue lead to failure 由于 由于这个市场优消的问题 导致了出现了一些 什么样的失败 ok 那你现在就想看哪一段里边 讲到了跟marketing相关 对吧 导致了失败相关 你就把它放在这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 这个题目 然后你会发现 它跟刚才我们所谓的段译的匹配的区别在哪 它是基本上把你每个段落全都喊给到了 所以代表什么 你做完了这道题之后 你这篇文章已经读完了 而且你每一段里边讲了什么你都知道 就是你不一定完全理解 但是你大概知道他都讲了点什么 所以如果你先做完了heading 你再去做填空 你还需要定位吗 你已经不需要定位了 你完全知道这在哪 对吧 然后你再去做选择 你还需要定位吗 你也不需要定位 对吧 你都知道在哪了 你能不能做对是你的问题 对吧 但是你定位已经不需要了 所以既然你已经不需要再定位了 你有什么必要来先去做填空呢 因为填空大部分时候就是因为好定位 所以才先去做 对吧 所以这是我的理由 一般来说我会比较推荐先做heading 还有一个的 你就会发现heading这种提醒 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蒙 因为你每一段所对应可选的选项 实在是太多了 就没办法蒙 所以这儿的话 我是咱们技巧这样 上来先明确一点 一篇文章里有heading的时候 先做headings 做完之后其余题目 在文章的位置几乎都知道了 ok 所以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个提醒 然后呢 你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 定位限定 重点在于十大关系 就那十大关系呢 是我们就是一开始课上给大家说的 就是说你怎么去帮助你进行一个判断 它这个十大考点 你比如说它是类比对比 矮子矮子 就是它有很多这种不同的关系 会极大的帮助你去进行判断 ok 然后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说巧用排除法 所以基本上我感觉你有这几点的话呢 就已经很好了 你就然后呢 就顺着从第一段往后做就行 读完一段 回 heading 回lease吧 回lease 里面选一次 就行了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一块做一下这个 首先我们读一下这个题目 the steam car 蒸汽汽车 蒸汽汽车 没怎么听说过 所以它肯定是什么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应该就是成功过 也失败过 就完了 ok 这叫什么 多宝兄弟吗 多宝兄弟 ok 好 然后这个时候让我们先来干嘛 先读题 其实最好的 先读题 但是你看这特别恶心 我记得这个机考的时候 应该这东西是可以划定位的 就是可以画的 可以highlight的 但是这个新东方这个版本不行 不行咱们就算了 不太好画 不太好画 但我们呢就先读段落 读完段落 回来在Aggra分析得了 好吧 但实际上你考试的时候 应该比这个好一点 好 我们来看第一段 这个 when primitive automotive first began appear in the 18th the engine was based on steam power ok 所以最早是steam power 使用了 自然已经继续了 长时间了 所以 是 最后的 使用了 are the two cars in here to steam the weakness along with the strength boilers have to be lifted by hand and they require about 20 minutes build up pressure ok water reservoir only about 30 miles before needing replacement despite this shortcoming it was not uncommon to see such machine shuttling wealthy neighborhood ok 好 我们现在读完了 我在这给大家加一卷 如果咱们对于初学者或基础很差的同学 这一段的前两句和最后两句最值得读 中间的话你扫一扫就行了 为什么 因为你全读完 你读不完 就是你没那么快 你阅读速度没那么快 所以对于初学者 基础很差的同学 你如果咱们就是要上考场了 拼概率你就去读这点 如果你找不到就算了 你找到了的话你就选 不用纠结 因为纠结半天也不一定能选对 所以是这个情况 好吧 但咱们的话读完了 咱们读完了 所以它大概就讲了一下就是说 它有就是说蒸汽车它的历史吧 就它怎么来的 大概就讲了一下说它有缺点 然后但是在这个1900年初期 也有蛮多人 就是非常有钱的人去开这个东西 所以它代表什么 第一个 有code condition吗 没有讲到吧 好 marketing艺术讲了吗 没有 你看我们现在在干嘛呢 排除法了吧 因为它不让咱们化定位就算了 咱就排除 排除 第一个排除了 第二个marketing没有排除 第三个good and bad aspect of steam technology are passed on ok 然后有很多人就说 你就passed on是什么意思 passed on就是说 从上一个 你就比如说我 如果我父母把什么东西 遗传给了我 这就passed on ok 所以它就是说 有一些好的和不好的蒸汽技术 也到了这个车里边 大概这意思 这感觉非常像 先放这 ok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issue today 有没有 没有 跟issue today没关系 future improvement 没到哪 没到哪 positive publicity 讲到publicity了吗 没有吧 quite clean fast 都没讲 都没讲 a disappointing outcome for customers 讲到customers是吧 没有吧 disappointing讲了吗 没讲 a better option than steam car or rides ok 现在我们只讲了steam car 没有讲到better option吧 好 你看 现在我们一下夸 全部排除掉 选了一个搞定 非常非常清楚 这个肯定是对的 因为其他的都不对 所以我们引用一下 这个 就是柯南或者说 咱们福尔摩斯里边一句话 叫做排除所有的 不可能剩下的 就一定是真相 就即使你也不太确定 就是你现在选的 这对不对 但一旦其他的全不对 他就是对的 你就选他就完了 好吧 要自信一点 尤其是对于我们 有很多初学者同学来说 你反正你也读不懂 对吧 你如果说判断了 排除了半天 发现好像就这靠谱 你就信他就行了 不要越改越错 ok好 第二题 第二段 内燃机出现了 对吧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which offer the ability to drive down the road just a moment after starting up at first these noisy gasoline 他们很 noisy 非常unpopular 然后 had difficult handcraft starter which was known to break the arm but in with the electric starter and over the following year steam power was gradually phased out ok 所以后来呢 是因为有着 这个内燃机之后 然后这个逐渐的 尤其是这个通用汽车 对吧 他弄了这个电 打火吧 应该是 然后 后面的话 这个蒸汽车就 就phase out 然后逐渐的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ok 好 第一个能选吗 cold condition有吗 跟cold有关 没关系 marketing有吗 没有 possible solution for today 有讲到today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吧 future improvement had lead to commercial orders commercial orders没有吧 你说 future improvement好像有 就是这个electric starters commercial orders 没有讲啊 没有讲 positive publicity publicity没有吧 没有啊 disappointing outcome for customers customer没讲 a better option than steam car 有吧 better option是什么 内燃机汽车 ok好 现在呢 又选对了 好 第c段啊 因为as the market was declining the brother has one last effort ok 所以他们还在尝试啊 在19 这段时间内 他们still attending high school 哇 有点厉害 是他们build the first steam car in their basement ok series now run well they went to build the second and third prototype ok 他们又做了两款啊 third prototype 它叫model b model b ok still lack the convenience it draws attention due to immoral ok numerous improvement ok 好 它现在有很多improvement了 然后 看啊 我们这儿有improvement 看有没有commercial orders 好吧 proved to be superior in many ways it high pressure 这些咱们都不看 这是细节 不重要 不重要 perhaps most impressively was amazingly swift swift是很快的意思啊 ok fizidis reads remarkable acceleration ok 有improvement吗 有 有吧 有improvement 这个有没有commercial order呢 我们有看到吗 有commercial order了吗 没有吧 有人买了吗 没人买啊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 co-condition有没有 没有 marketing 没有 solution for issue today 很像啊 很像 ok 很像 improvement有 但是没有commercial order 所以这不能选 positive publicity at last for its quiet clean fast ok 所以我们现在 fast是有了 我们现在有没有clean clean 我们有没有quiet 有 其实在这儿啊 virtual silence 几乎是宁静 寂静 就是完全没声 完全没有声音 看有没有clean ok improvement is superior in many ways engin 这个quiet有了 burn in contrast ok in contrast 他说 in contrast to the gas 他里边会有 这个hydrocarbon的 这种臭味 ok 所以相当于 他也讲了 他的claim but anyway publicity 是哪儿的 publicity automaxin 所以说他攻关 有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咱们应该选这个啊 最后 为什么不选最后这个 跟customer没关系 而且呢 因为他还没卖出去呢 对吧 那就没关系 ok 好 D 我估计该卖出去了 他说呢 谁谁谁 开了这个车 觉得特别好 去找投资 去找投资 然后呢 他们又做了 第c款 c款之后 他们觉得 ok 他又做了一些进步 他有什么进步呢 他有一个 用钥匙打火 ok 非常厉害 然后 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他们呢 他们怎样 他们又快 对吧 又好开 又安静 ok here we go received 5390个订单 deposit是什么 订金 所以这是什么 卖了吧 卖出去了 有improvement吗 有 他现在是model c了 而且呢 他有一个 这个遥控本 就是钥匙 打火 ok 所以可以选啊 这就搞定了 all right 那其他 你还看不看 没必要了 这就完全的对 就没必要看了 e 好吧 lader year 他们怎样呢 delivered unhappy news ok 不好的 那我估计 是不是该选 地色帮你 好看 很有可能吧 就是对于那些 等待 他们的车的人 都是buyers buyers就是customer吧 他们收到了车 然后但是呢 他们怎样 complain 他们觉得这车有问题 然后有的时候呢 还会倒着走 然后呢 这个 而且非常的卡顿 非常的卡顿 好 所以 应该就是这个 disappointing outcome for customer 对吧 因为他unhappy了嘛 disappointing 对吧 customer buyer 可以吧 你其他的呢 co condition没说 marketing没说 solution没说 因为这只是问题 他没solution 然后呢 这儿是不是就该solution了 看一下啊 他说 他们又去做这个model e model e是不是刚才看 哪眼熟 填空体是model e啊 所以一会儿这儿就是f段 就行了 好吧 ok 所以f段的话呢 我们来看 他说他们去了这个纽约 然后呢 oh freezing temperature 是不是co condition 这是co condition啊 看这个跟co condition有什么关系 and the car was pushed out in the road and let it sit over an hour and turn on the key the boiler let and reaches operating inside of of forty seconds ok as usual very test define the evenly distributed weight oh surprising good handling 他说 他在很冷的情况下 变得非常 开起来非常好开啊 maximum speed was pushed to over a hundred miles per hour a hundred miles per hour 就能开到一百三四十米了啊 一百三四十公里一小时 非常快啊 with negligible emissions 所以他排气排放也没有什么 ok 所以呢 我说a period in cold conditions before the technology is assessed co condition肯定是有了 对吧 在他的这个科技被测试之前的一个很冷的情况 好像有吧 他不就说嘛 他在测试之前 他在打火之前 他变得非常冷 然后变得非常非常好开啊 所以咱们先选上 跟marketing有关系吗 没关系 possible solution for today 没有吧 没关系 我估计这marketing应该不用选了 我估计不用选了 因为到最后干嘛 展望一下未来了吧 一般文章都是这样 先讲讲历史 再讲讲进展 再讲讲改变 再讲讲对比 最后呢 展望一下未来 ok好 看一下这个 Sadly 他们的 was never a financial success ok 他说他太贵 太贵 no two model e were quite the same 所以可能说他们这个 就是他总是改他的design ok 他说到现在的车 竟然还能开 就是他没造出几辆 但是到 现在的话 他之前造出来的那些车 还能开 所以还是挺好的 而且呢 他们还能 把现在的这个排放标准而成功 所以代表他又好开 对吧 他又这个 不是 他比较不容易坏吧 应该这么说 然后他又非常干净 而且他又很efficient 这个干嘛 展望未来了啊 under the current pressure to improve automotive performance it's not unthinkable they may rise again ok 这是什么 potential future use possible solution 对吧 是不是对今天的什么问题 今天环保问题吧 是不是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选他就行了 ok 那最后marketing是没选 ok 经常有一至二个多余选项 所以排除法最佳 好吧 排除法最佳 因为你盯着选项去找文章 能找着吗 不一定 万一你找了个多余选项 你不白读了吗 所以怎样 读文章 顺着文章读 去选项 用排除法 就可以了 好吧 ok 所以heading 咱们做完了 heading做完了 好 那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 你对填空还做吗 填空别做了 你自个做去吧 行吗 咱们今天主要就是给大家讲提醒 但已经很简单了 你看 我给大家介绍了 对吧 你写完heading之后 model E在哪 你知道吧 知道啊 没问题 就在这儿不是F就是G 就是两段 我估计就是两段都有 你就用就行了 好吧 你看这儿还有个年份 立马就跟它定位到了 好吧 这个自己做啊 咱们来看一下选择 好吧 选择技巧 其实选择题呢 第一顺序题 它很多时候 含段落 什么意思叫含段落 就是说他问你 第三段 这个文章在第三段写了点什么 你看这个 作者在第二段想干嘛 对吧 所以他很多时候含段落 那他这如果是第二段 这儿八成就第三段 这八成第四段 就这样 这就叫顺序题 好不好 然后他主要的技巧呢 跟咱们厅里里边有一点非常类似的什么 你一定要什么 你要看懂或者分析懂体干 然后呢 你的就是你选项的 区分选项 看懂体干 你才能选对 对吧 就你才知道他在问什么 区分选项 你才可以用排除法 实在没时间 还能蒙 什么意思 假设 咱们现在就是你是个初学者 然后你 人生中从来没有在60分钟之内 把40道题全答完过 对 因为单纯的你时间就不够 对吧 那这时候呢 你怎么去安排 我们先把heading做完了 因为heading你没办法蒙 你必须要自己做 你做完了之后 你要做什么 做填空 为什么要做填空 因为填空也没法蒙 对吧 你说你能蒙到这里边填什么词吗 没办法 然后你当费尽心力 把填空做完了之后 你实在没有时间了 好 全选C 可以吧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 一般来说选择 我们都留在最后 留在最后的原因就是 实在没时间的话 你还能蒙 你爱选A 选B 选C 都行 你看心情 来 虽然很多人都喜欢选C 但是以我的初见 其实呢 就是 你就能对一道题 因为一般来说 它就是 它非常的平均 它非常平均 但是呢 你也别乱选 因为你全选C 你还能对一个 对吧 你要乱选 万一全刚刚都选不对 你就完蛋了 所以 但最后咱们就走个概率的话呢 你能拿到一些分数就行了 OK 好吧 All right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种题目 怎么 什么叫做分析懂题干 区分选项 好 第一题 What points that the writer make about the steam car in paragraph b 他在第二段 他想说这个steam car有什么好处 就是 或者说 他对于这个steam car 再讲点什么 他在这讲啥呢 嗯 哦 他其实主要就是讲他一些坏 坏处吧 对吧 因为 After studying At first Noisy Unpopular 不是 他其实主要还是讲了一些内燃机的好处 好处多于坏处 然后最后呢 导致这个蒸汽的就是 嗯 没有人要了啊 蒸汽没有人要了 OK 好 嗯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 他说他的成功非常的短暂 我们现在啊 你看我们分析题干的时候 你要先这样 你的主干是什么 他问的你主干是什么 他到底是问内燃机汽车 还是问蒸汽机汽车 现在问的是蒸汽汽车 对吧 那蒸汽汽车在这儿的话 就没讲什么 对吧 所以第一个 他说他的成功非常短暂 可以吧 因为后来他不是说他挂了吗 就fade out 好 第二个 Not enough cars were made 讲到跟made相关吗 没有 没讲啊 所以呢 不能选 car companies found hard to sell 有car company吗 那时候 没有吧 就一个 这个通用 但是通用又不做steam 所以没有啊 d people find them hard to drive 有讲吗 你有讲hard to drive吗 没有吧 因为一开始他讲的是hard to start up 那讲的是谁 内燃机啊 没有讲蒸汽机 所以选a就行了 好 ok 第二题 when building their first ok 好 first steam car 这个兄弟怎么着了 他们first car 你看 我不是说他顺序题吗 看下一段 first car 我记得就在这边吧 他这都已经model b了 model b的话 应该是第三 第四款了 第一款 应该是first 在这 是吧 咱们讲啊 first 他们在做第一个的时候 怎么样 constructed all parts themselves 所有的零件 made written notes at each stage ok needed several attempts to achieve a competitive model 这个感觉差不多 这感觉是对的 thought the advice of experienced people 好 ok 那我们来读一下这里 他说呢 他们坐的第一个车 在他们的basement it comprise parts taken from wrecked early car ok 所以他parts是全自己做的吗 不是 他是从别的车上面 对吧 废弃的车 拿下来的 所以A不对 往后 en job of their own design they didn't run well they went to build the second model the boy's third model still lack the convenience ok 后来做了一些improvement 那就变得很好了 然后就上了magazine了 就说他又快 又安静 对吧 好 有说notes吗 没有 有说尝试了好多次吗 有吧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才做出model b 所以c可以选 有问 有经验的人吗 没有 没有 所以不选 完了 ok 拍出发 好 in order to build model c 就是做model c的时候 怎么办了 好定位吧 太好定位了 下一段model c有了 好 看一下他们干嘛了 moved production to a different city 去了不同的一个城市 是不是呢 raise financial capital 筹资金 employed an additional worker 雇人了 abanded the earlier design 放弃了他们早期的设计 好 首先我们来看 他们呢 开车到了 底特律 in order to seek investment 为了什么 要钱 好吧 他的brothers 一起来做model c ok 说他故人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ok好 production在别的城市吗 没有吧 因为他也没故人 所以估计还是在他们的 驾驶在那儿干 所以他干嘛 要钱了吧 investment 有 然后 雇人了吗 没雇 放弃一开始的design了吗 没有 他其实是什么 expand upon 代表什么 基于他的model币 网上加了一些更新 对吧 ok 好 所以你看 现在我们这就做完了 非常非常简单 所以如果你想做的这种 完全特别的仔细 完完全全 保证自己完全的对 排除法 仍然是最受用的 但你做排除法的时候 主要是干嘛 你去划出这些定位 只要这些没出现 没讲 你就跳过去吧 好吧 就是实在不行 你也一定能至少抛去两个选项 非常容易就能抛去两个选项 最后就是二选一 50%概率 也已经很高了 对吧 尤其是对于 你像对于我们很多初学者的同学 对吧 你其实这已经非常非常高的正确的几率了 好吧 好 我们现在回来做我们最后的两个提醒 一个是词库的填空题 然后呢 另一个是我们的判断 那我们先来做这个词库填空吧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也讲过了这个 Summer填空吗 那我们就区别一下 对吧 对它进行一个区分 让你感受一下 它其实呢 主要的做题方法 区别不大 如果我们往前翻 在这啊 首先 这个 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OK 那这里边哪个不符合我们呢 首先第一个 保证填几个词不符合 对吧 因为就是选的 你词库里边 它有啥 你选啥 文章原词 不是文章原词 同意替换 OK 所以就是有难度 顺序提 这个没问题 可定位吗 也是可定位的 用定位词 确立答案句 选答案词 确定词性 然后在答案句中 用排除法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前提 你得看得懂这些词 对吧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有的题目 会比较难 尤其是那种里面有 你如果这里面只是名词 你看咱们这个 主要是名词 相对来说难度 低一点点 最难的那种是 形式词复词 因为它一 或者说动词的时候 它一替换 如果你词汇量不够 你是真的没办法选 你根本不知道 它什么意思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一个 一个问题 那咱们这个呢 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OK 那我们第一步先干嘛 先读一下小标题 It's streaming effective OK Streaming All right What is streaming 是那个看电影 就是我们在线看视频的 那个streaming吗 因为我没读文章的 对吧 所以我猜测有可能 他讲的是谁 这个 OK According to professor 这个人 好 这个professor 对我们来说很好 为什么 人名不会改 对吧 定位词 第一个最好的 人名不会改 There is very little indication Little indication 这种限定性的词 你一定要了解 限定性的词 这叫什么 极端词汇 就跟咱们一开始说 之前看那个rarely 对吧 Little 这也算 The streaming lead to 导致什么东西 OK He points out that in schools which is stream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f those schools placed in the OK So students placed in the 什么东西 看能不能找到 哲什么东西 在文章中 这是跟学生有关 Especially when we're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m OK Large proportion 一大部分的 他们have 什么东西 拥有什么 这明显也是个名词 Meanwhile for the 又是 哲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逗号 所以明显 这是另一种 人估计 感觉像 There appears to be only minimum advantage minimum advantage OK minimum 又是个 极致 极小的 非常小的 a further issue is that teachers tend to have teachers 这这句话 主语变了 变成teacher了 tend to have 什么of students 会不会跟 a of b b a有关系 什么of students in the streamed groups OK 所以这看起来 不像是 咱们这个streaming 不是在线观看视频的意思 因为这个好像一直在讲教育 我不觉得教育是在看视频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表题 the case for mixed ability classes 所以这要有猜测 这streaming大概是什么意思 我也猜不出来 但是这篇文章应该讲的主要就是教育 它就是说可能mix ability 就是可能说把差生和优秀的学生混在一起上学 好还是不好 还是说把他们分班对吧 都是好学生一个 坏学生一个 OK All right 那如果我们要定这个位置 我们要定谁 先去找这个杖吧 好吧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 这个杖这个人 OK 来速速看一下 他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定的 是这个墨尔本 就是他的这个学校 我来看一下 OK找到了 All right 所以我们估计就在这附近 在这个附近 好 然后 despite all of this there's limited OK这是limited limited就very small的意思 对吧 to suggest that streaming resulting OK resulting就是什么 lead to 一模一样 这是个最最最常见的同一替换 我们同一替换表里边都有 lead to 什么东西 better outcome for students OK 所以呢 little indication limited evidence 一个意思对吧 lead to resulting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代表这选的是什么 better outcome 这选的是better outcome 所以呢 我们来看 怎么着能找到better outcome 我们在这里就开始排除了 然后第一个run class 没关系对吧 lower expectation 不是average learner 不是bottom 6 不是bratest pupil 非常聪明的小孩 不是 disvantaged background 没有力的背景 weaker students higher achievements positive impression OK 所以最后呢 我们肯定就是h和i之间选一个 对吧 你hi之间选谁呢 impression是吧 印象 印象 跟这个有关系吗 没有吧 更高的成就吧 成就 更好的成就 OK All right he points out that in school which you stream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is on those students placed in the 什么 他说最大的impact 是在 什么样的学生 从这儿看起来 感觉像是d 感觉像是d 对吧 因为那个bottom set 就是学生 在最底下的那些学生 OK 我们来看一下 What's more streaming appear to be significantly affects OK affects impact 影响 对吧 所以这就说出来了 students assign to the lowest set OK lowest set bottom set 没问题吧 选了哈 especially were a larger proportion OK 这个大部分的他们怎么样 OK higher representation 跟large proportion 一个意思吧 都是大 占大面积的 OK of low socioeconomic class 比较低的这个阶级的人 低的这个社会和经济阶级的人 那large proportion of them have OK 什么叫低阶级 run classes 这里是 这里是在讲阶级吗 不是 这是在讲课 这个班级 低的期待 不是吧 平均的学生 平均的这个 learner 不是 最聪明的学生 不是 disadvantage background 可以吧 不是很有利的背景 这不就在讲他的背景吗 OK weaker student positive impact impression 这都跟这没关系 OK so meanwhile for the 对于什么样的人呢 the appears to be only minimal advantage advantage 所以这里 你看 这里感觉就是个对比 前面一直是在说 这个学生不是很聪明的这些人 或者说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 那我估计34该什么了 brightest pupil 我感觉 因为你这儿不该讲一些聪明人了吗 我们先放这儿 我们看一下 less significant is a small benefit OK small benefit minimum advantage 对吧 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同一替换 small minimum benefit advantage for those lucky clever students clever人是吧 clever 聪明 bright 聪明 对吧 in the higher set OK 所以填在这就行了 a further issue is that the teacher tend to have some of students in streamed groups OK 老师倾向于拥有 错误的课程 更低的要求 更低的要求吧 老师能拥有平均学习者吧 没有吧 老师能拥有更差的学生的学生吗 没有吧 没这么回事啊 老师能拥有学生的 有这个正面的印象 这个有点奇怪 我们来看一下 this overall result smart stay smart and dumb can dumber further entrenching the social divide OK 所以这里 factor influencing one of the most infectors ok teacher estimate of achievement stream students by diagnosed achievement automatically limits what the teacher feel and the student is capable of OK 他说 这个stream teacher student 让这个老师感觉怎样 他就感觉 你这学生也学不会 对吧 所以他也没打算 好好教你什么东西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 lower expectation 就是这个老师对这些学生 他的期望值就变得很低 OK 所以这个我们这就选完了 你看你如果最后我们用排除法 你照样是能选出来 对吧 因为这些都不合适 所以最后我们lower expectation就完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案举用 排除法 这个是最重要的 OK 排除法 搞定 好不好 搞定 我们来稍微调整一下 一会儿再弄吧 一会儿再弄 OK搞定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判断 因为咱们是边讲边错 所以时间长一点正常 OK so do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agree with the view record in reading passage 3 OK 所以这是个全篇 这个有的时候它是有段落范围的 所以你这儿稍微还是读一读 虽然绝大多数的时候是没有的 就是全篇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次选的什么 yes no no given 这第一点是什么 why no ng和tfng要区分答案 答案不要填错 填 不要填缩写 对吧 就是你能填的时候 比如说你去指考 就笔考 然后它如果yes 你就yes 你不要y 它如果no你就no 你不要n 好吧 就这样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做题方法很简单 首先 画定位 我们先这样写吧 顺序题 顺序题 你对一个题之后 其他的就是 你定位到一个题之后 其他题都在附近 画定位 注意 这个最考察什么 注意 主语和宾语之间的关系 这个最重要 关系 OK 那我来给大家解释 咱们这里边最难的是什么 怎么区分 什么叫做对 什么叫做错 什么叫做没出现 对吧 那请问 对 是什么 就是文章中出现了所有定位 且 关系 关系 相同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小明 小明 开汽车 喜欢小明开汽车 小明喜欢开汽车 那么我们文章中可能他写的是 汽车是小明很喜欢的东西 那这就是一个 yes 可以吧 你看你的 主语 编语都有 然后 然后你文章中可能说开汽车是小明很喜欢的东西不好 事情 可以吧 这样的话就是yes 因为你的主语 编语这叫做你的定位都有了 关系 小明喜欢开汽车 和开汽车 是小明很喜欢的事情 都有 所以这种就是可以 这就是yes alright 那yes我们讲明白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no是什么 大家能不能猜一下 就是文章中出现了所有定位 且 关系 不对 不对 什么意思 小明 喜欢开汽车 这个是我们的题目 假设 然后呢 我们文章中写的是什么 开汽车 是小明 不是很喜欢的事情 把它换一下 我们说开汽车 是小明 不是很感兴趣的事情 对吧 你看中间还做了个同一替换 不是很感兴趣 很喜欢 对吧 做替换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 no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题目说 我们的 应该叫做定位 小明 有 开汽车 有 对吧 文章中 开汽车 也有 我挡住了 小明 有 开汽车 有 开汽车 有 小明 有 对吧 所以我们的定位 全都出现了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 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 你的定位一定要都有 都提到了 然后 但是它的关系是反着的 或者就是不对 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选no 那我们什么时候叫做NG 就是文章中 OK 有两种情况 出现了所有定位 关系 不是一回事 好 这个可以 另外一种呢 叫做 文章中 没有 出现 所有定位 好 那这个举个例 首先第一个 那小明 喜欢 开汽车 开汽车 是小明 小时候 做过的事情 OK 第一个 我们是不是 所有的定位都有 你说 我有小明 我也有开汽车 但是呢 讲的不是一回事 对吧 他只是说 小明小时候 做过这个 他开过 代表他喜欢吗 不代表 代表他不喜欢吗 不代表 对吧 因为他喜欢就是yes 他不喜欢就是no 但是呢 这里并没有讲 他到底喜不喜欢 就是NG 好吧 OK 那第二种 就是我们所说的 文章中没有出现 所有定位 但是它关系 可能是一样的 不然你也不会看那一句 对吧 那就可能是小明 喜欢开汽车 然后呢 结果你的题目是什么 开汽车 是小明的爸爸 喜欢的事情 OK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你说 好像小明出现了 这也有小明 但实际上不是 因为你这儿 实际上 你的定位 应该是小明的爸爸 对不对 应该是小明的爸爸 所以的话呢 你看这儿其实是属于一种 比较带有迷惑性 但是实际上 并没有出现的 就是说你定位 并没有全出现 因为其实没有小明 这儿是小明的爸爸 好吧 虽然你看 你说这个 关系是对的 对吧 但他同时 可以给你说声 是吧 他同时可以给你 是说声 这个可能会更 更让你恶心一点 通常他出题 应该会这样 不是 不是很感兴趣的事情 对吧 因为你乍一看 后面这个 不是很感兴趣 好 false 对吧 false就想填了 或者是no就想填了 但实际上 这儿是小明的 爸爸不是小明 OK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其实 最容易搞混的 就是这个 什么叫做no 什么叫做 没有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它区分开了 好吧 我们就把它区分开了 OK 当你区分完了之后的话 别的就很简单了 你就带着定位 去定位 然后你就去判断 那个关系就行了 好 在这儿如果我们 还要补的话 如果我们还要补的话 我教大家一个东西 就是最重要的语法点 这样吧 最重要的长男句语法 功率 特别简单 简最后一页 好吧 我们把它写在最后 我们把它写在最后 OK 在这儿 长男句 长男句 对 OK 特别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OK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题目 先读题 这个 the 什么model OK 这能定位吗 能吧 看着挺奇葩 这个字 of education supports the concept of a mixed ability class 好 这儿呢 你说 这叫长男句吗 这其实不叫 但是我们其实任何的句子 你最主要需要学会的一点 就是第一 找到位于 因为我们其实主要的就是 主卫兵 主戏表 就这么两种 但是呢 我通常 把它们就是 也没必要费得分什么 哎呀 这是戏动词了吧 还是怎样 对我来说 对于我们大部分考生来说 你就都把它想象成动词 动词就是位于 位于就是动词 就行了 OK 找到位于很重要 也就是那个动作 因为动作的前面 就当成是 名词 动作的 发出者 可以吧 不是说名词 主语了 OK 后面就当成是 宾语 动作的 接受者 我们刚才讲到了 找到位于 位于就是什么 位于就是动词 就动词 你别管它是什么动词 你说 它是细动词也行 它是动词也行 都是动词 好吧 然后呢 你这时候就说 你说 它一句话里边 如果很长 对吧 就是说 它不只有一个动词的时候 怎么办 就是它不只有一个动词的时候呢 就是有两种方法 就是两种情况吧 我感觉 首先呢 就是如果有超过一个动词 那首先 有可能怎样 一句话里边 有没有可能有两个位于 子句里面 也有可能有位于 也可能 自己的位于 比如说有一个从句 你的从句相当于 或者说有那种 用连词 把两个句子连在一起 那这时候前面是一个句子 后边一个句子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主为宾 对吧 但通常呢 这个 你的从句 的部分 是作为你 一开始 主句里面的 某一个部分 对吧 它如果是做宾语 它就是宾语从句 它如果做主语 主语从句 它如果是做定语 定语从句 对吧 所以就这么玩了 然后 或者 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什么 这个动词 并不一定是位语的情况下 是什么 它并不一定是 真的在这做动词 你比如说 它可能是 一个这种 叫做土度不定词 可以吧 它可能是什么 这个过去分词 怎么就假设 它是异地形式 还有可能是什么 ing 现在分词 所有这种情况 我们都不把它 考虑成为动词 因为呢 它是 相当 我们可以把它 考虑成什么 我们用最简单的话 就可以把它 考虑成一个 用来形容 这个主语 或者宾语的词 好吧 它是 你就把它当成 一个形容词 或者副词 就完了 你不要把它想象成 是一个动词 真正的动词 应该是怎样 真正的动词 应该是 圆形 或 也可能是 异地 或 ng 但是 根 是因为 时 太造成 对吧 你就不是说 我本来就是个过去时 那这时候 我有一个 加ed的 动词 这是很正常的 如果我现在 就是现在进行词 让我有一个 加ng的 这也很正常 但是 它并不是说 这个词目 它前面 它跟时代 完全没关系 然后呢 它就有个ed 有个ng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不叫动词 好吧 OK 我们先写在这儿 然后呢 我们现在做题 对吧 万一我们都遇到了 咱们就讲 OK 好 我们读第一个题 我们先来找 这个关系 怎么找 先找动词 OK model of education support the concept 动词是谁 support OK 这个圆形 这样 support找到了 前面 讲的是谁 这个什么什么model 好吧 这是一个名词 后边 the concept of a mixed ability class 其实这里是什么 a concept of 这个mixed ability class 这种概念 好吧 好 我们现在分析出来 这个 最主体 最主体 猪未宾 主体来了 好 下面 some teachers 这重点是什么 some teachers 是all teachers 是吗 不是 are uncertain about OK 这里的位语是谁 其实就主系表结构 它是are are什么 系统词 uncertain 他们不是很确定 对什么不是很确定 allowing students to take on mkoros 不知道这是啥 感觉好定位 in the classroom 好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 咱们如果按刚才那个分析的话 你现在来找动词 我们现在来找动词 你看这里有几个动词 你看 r好像是动词 系动词 对吧 后边还有什么 allow 你说allow是不是也动词 可能是 后边有什么 to take take也是动词 好 那现在我说完蛋了 好 我现在有三个动词 我到底哪一个是 谓语呢 我们现在来逐个分析 咱们这里边有没有原型的 r是原型 对吧 有了 allowing是原型吗 不是ang 是ang 但是它是实态吗 它是实态吗 看 有没有实态 前面有没有 先是个系动词 跟着它 我或者咱们对对 那个 对 m12 有没有跟着它的 没有 所以它不是实态 所以它是什么 现在分词请示 我们还可以把它叫成什么 动名词 对吧 有咱们有的人就把它叫做动名词 好吧 所以它代表是什么 它是个名词 allowing students 对吧 允许学生们 这是个名词 咱们把它考虑成个名词短语 好 然后呢 你说那这个take呢 take前面有啥 有to 对吧 to take 所以代表它又不是个动词 它又不是个动词 OK 看明白了 它不是个动词 所以这里边的动词是谁 是are 是这个主系表 然后 你就说前面是个主句 那后边这是干嘛 解释说明这个主句 或者形容这个 它到底对什么uncertain 对不对 你这样就读明白了 所以前面你说 teacher are a sentence 好 然后 你如果说 你现在你可以画一个横线 对吧 斜线 然后你后边就说 那关于什么呢 允许学生来 这个 尝试 mkoro in the classroom 的这件事情 老师呢 不是非常的确定 好吧 这样你这句话就读出来了 非常非常简单 OK 所以这时候让我们读完这个 好 38 it can be rewarding to teach knowledge which you have only recently acquired OK it can be rewarding to teach knowledge 好 rewarding 所以它可能是 很有价值的 to teach 好 teach knowledge which you have only recently acquired 这里面呢 有 我们比较喜欢的限定词是什么 only only就是局限性吧 刚刚 recently 刚刚 only 就是 你只刚刚学会的 非常非常的局限性 好吧 OK 这个句子相对来说 我觉得可能 咱们有的初学者的同学 读起来会比较费劲 说 the priority should be 优先级 should be to ensure that the highest achieving students attain their goals OK 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说这里有几个 几个动词呢 我们来看 首先第一个 be 别忘了啊 系动词也是动词 好 ensure 好吧 highest achieving students attain 你说 等会儿 我知道这个to ensure 是什么 to ensure是 不定式 不是位语 不是位语 好 那我看起来像是 这个be算是位语 对吧 那怎么后边又有一个 attain呢 你不是说了吗 你说attain 这个动词原型 原型就是动词 attain就是达到 或者说获得成就 这种 你说是怎么回事 对啊 没问题啊 子句里也可能 有自己的位语啊 咱不说了吗 这是不是子句 你说 我怎么知道 这是子句 因为 你看啊 the priority should be to ensure 那这里呢 我会觉得 the priority should be that to ensure 对吧 所以这儿 它应该省略了 那个that 然后后边这 你看啊 如果我们分析的话 你说 那好 我们现在的be动词 be动词前面 应该是主语 那好 请问 短纹主细表 表语在哪 表语就是后边 这一整句话 一整句话 好 那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 attain有了 这是一个动词 所以说你 后边的attain 是后边这一整个 子句的位语 你可以这么考虑 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咱们语法大神 不要跟我battle 没有意义 好不好 我说的这都是 大家都听得懂的 你语法大神 你本来就懂 你也没必要仔细听这块 ok 好 然后呢 来保证 所有的高的achiever 这件事情 或者说 很聪明的学生们 可以实现他们的目标 实现他们的目标 是整个的优先级事情 好吧 所以你可以这么去翻译 All right taking parts in collaborative outdoor activities OK collaborative outdoor activities 有互动性的 可以互动的这种 这种户外的运动 with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好 这里也重要 这是个限定 一定要跟学生和老师 老师和学生一起的 Can improve students outcomes in the classroom 好 可以提升学生的成绩 All right 好 所以现在读题我们读完了 读题我们读完了 你真正去考试的时候 需要读这么费劲吗 不是 我只是给大家做个演示 如果说你读这种长达剧 你特别特别费劲的话 你就是要这么分析一下 所以也比较花时间 但你不分析的话 可能你也未必 你到时候能看明白 对吧 OK 好 所以现在的话 我们就进入文章 我们首先来找这个V什么的 对吧 就感觉这个词应该比较好找 好 我们在这刷到了 所以我希望就是在这 看看别的地方 还有没有这个V 没看见 没看见 所以应该就在这 OK 他说这个有个V什么model 这里啊 Emerge of the work of this person V E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argeting schools specific zone of approximately development this gap between what they can achieve only with support teacher and what they can achieve independently 什么东西是他可以自己达到的 什么东西是必须要别人帮助的 OK support the concept of a mixed class 我们这里看他有没有讲到mixed class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is provide them gradulating and removing this until they are autonomous if we accept this model 如果我们同意这个model it follows that streaming students with similar would be an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solution and forcing everyone forcing everyone on the same hike regardless of aptitude is madness 这里就说什么 他的感觉是 如果把他们分班是合理的 然后如果让他们都在一起上 对吧 都在一起 做一样的东西 would be madness 就是非常疯狂的事情 所以这时候这个应该是什么 no 对吧 因为他support mixability 他不support 他说这是很疯狂的事情 咱们看下边的这个题 some teachers are uncertain about allowing students to take on mko roles in the classroom 所以这里面我们会认为 这个mko应该是不是能定位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 这好像看到了mko alright 所以我们看到的话 应该就是在这一段 我们先来找一下 有没有 就是我们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老师不是很确认 就是应不应该让学生来take on 这个role 对吧 这什么叫mko呢 more knowledgeable other 也就是说 他知道的比别人多一点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怎么说的 well streaming might seem to help teachers effectively target a student's zpd it can underestimate the importance of peer-to-peer learning a crucial aspect of constructivist theory is the role of the mko role of mko有了 in knowledge construction while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只剩一句话了 我们就读这就行了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mko了 好吧 well teachers are traditionally the mko's in classrooms 所以他就说 通常老师们就是这个classroom里面的 更有知识的那个人 the value of knowledgeable student peers must not go unrecognized either 他说 这个peers是同龄人 这个如果学生同龄人里面有更聪明的人 就这个的价值 意思就是说你同学之间可以互助 也不应该 并不应该被unrecognize 就是不被认识到 所以这也是我们通常爱考的一个点 叫做双重否定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recognize 应该意识到学生同龄人之间的这个mko是很有价值的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提到老师对于mko的看法 这里边完全没有 我们就找老师 老师are the tradition mko teacher effectively target student ZPD 有没有讲到老师任何的opinion 他说哎呀 我不太确认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 或者说老师说这就是一件好事 或者说就不是一件好事 完全没有讲对吧 老师跟mko之间完全没有这种 就是老师完全没有对mko发出任何的意见和建议 所以这是now given 没出现 符合我们的什么 我们在这个做题技巧里面 ng出现了定位吗 有吗 有teacher有mko 对吧 但关系不是一回事 他们有没有关系 就没关系在这 对吧 我们的题目的关系是 老师不太确定mko合不合适 但是这里完全没有讲 所以ng就完了 ok 好 我们看下一个 如果你能教授给别人 你最近刚学到的东西 这个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ok 好那这里面呢 我们其实按照顺序法 我们应该往下读 我们往下读一下 i find it amazing to watch students go over idea to their peers in a way that i will never think of they operate with different language tools they operate with different language tools and different social tools from teachers and having learned it themselves having just learned it themselves ok 刚刚自己学会 是不是定位到这儿了 only recently acquired they possess similar cognitive structures to their struggling classmates there is also something exciting about passing on skills and knowledge that you yourself have just mastered ok 又有passing on 就是教别人一些你自己刚学会的技能 a certain freshness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 and learner that is often lost by the expert who the steps are obvious and the joy of discovery forgotten ok 所以他说这里有什么 a certain pride and zeal 什么叫pride and zeal pride 骄傲 自有兴奋 你可以理解成兴奋 也就是说 让自己有一种 我又能当学生 然后我还能教别人那种兴奋的感觉 非常骄傲 非常自豪 是不是就很rewarding 很rewarding 所以我们从这里 你会发现 这个题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难度 对吧 如果你对这个just learned themselves 这件事情你没有跟这个recently acquired 因为acquire knowledge和learn是一个事情 是一个事情 如果这个东西你看明白了的话 这里你很好定位出来 然后这里我们选yes就行了 对吧 选yes就行了 那你说我pride和自由不认识怎么办 怎么说呢 那有的时候就比较没有办法了 所以说这没办法 咱们你最后 其实我们要考虑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你考试40道题 你还是可以走一个概率的 因为如果你只是想考一个6分6.5分 那你做对2327个题就行了 对吧 所以你是可以错很多很多题的 那如果我们要拿高分的话 当然你就是你基础不能太差 你稍微这个同意替换 对吧 我们有超高频高频中频的这些同意替换表 然后你去把它学熟练一点 就会极大的帮助你 识别这些东西 然后来做对题 好吧 ok 好 下一个 the priority should be to ensure that the highest achieving students attain their goals 好 重点应该是在于 我觉得这个就 这句话感觉就不是特别的政治正确 就是好像学校的优先目的 就应该是让那些聪明的学生 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吧 那感觉不是很政治正确 having a variety of different abilities in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provide valuable resource for helping students meet their learning needs not to mention improving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skills and today more than ever we need many to flourish we need the many to flourish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成功 not suffer at the expense of a few bright stars not suffer at the expense of a few bright stars once a year here i go on a hike with my class a mixed bunch of students it's challenging the fittest students realize they need to encourage the reluctant there are lockouts who report back and actual items to carry for others we make it together ok 这里你会感觉 好像不是非常的 有点难度 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据我们顺序提的做法 我们已经知道了 肯定就是在这一段 肯定在这一段 我们刚才画的这 我们又感觉 好像其实就很 对吧 他说 在现今的社会 对吧 比之前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成功 而不是只让 对吧 只让几个特别聪明的人成功 就大概这意思 所以那在我们这儿 我们说 我们的重点就应该是 保证聪明的人必须能成功 是不是 相反的吧 因为我们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意思是 不能只让他们成功 对吧 不能只让他们成功 所有人都要成功 所以这时候应该是 选false 选false 这不是now given 这不是now given 这种不是now given now given应该是怎样 你关系没出现 这关系出现了吗 出现了 出现了是相反的 对吧 就是说我们需要 所有人的成功 而不只是 让这几个聪明的成功 这时候就是 对他的一个反驳 就选no就行了 好 最后一题 我有一个极大的想法 最后一题应该是now given 为什么呢 因为咱没了 没了 除非他就最后一句 或者就是 反正就这一段 我们看一下 taking parts in collaborative outdoor activities with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can improve student outcome in the classroom 好 他说户外运动 可以帮助 让老师和同学一起 可以帮助学生的学习成绩 完全没有讲 对吧 完全不可能讲 因为这就完全不符合逻辑 所以在最后一句的话 我们这里只是说 他是身为一个老师 然后他带着学生们去 然后这是什么 去hike 对吧 去登山 远足 然后有的这个 非常身体强迫的小孩 然后他就非常厉害 然后他回来来 帮助其他的同学 OK 所以他只是讲了这个意思 他就说 这样的话能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吗 没有说 没有说 所以这应该是NG 如果你这不确定 我们还应该怎么着 往回再看一下 但我们这最主要 你看如果我想定位这一句 我应该定谁 我应该定的是outdoor activities 我能不能真正找到outdoor activities 这个词 很难 但是有可能能找到它的example 比如说刚才那个hiking 对吧 或者说cycling rock climbing whatever running都行 所以你要找的是 那个具体的 那个运动 我们先来赶紧扫一下 看有没有 OK 所以这里 有fitness in the group OK group height 好 这里讲到group height OK 所以这里主要讲的是什么 他说如果有的人 这个hiking非常厉害 但有的人就是跑不了几步 就累了 这样的话会让那些 擦升非常的沮丧 因为他觉得他们就不应该去 爬山 所以这有讲到说提高他们的 成绩吧 没有啊 他这有讲到老师和学生一起去做运动吗 也没有 没有吧 也没有 这就是一个反问 也没有讲到 好吧 这里我刚才读了 没有讲到 这个地方我们做了 我们做那个 此库填空的时候 我们做过了 知道这没有讲 跟任何这个hiking相关的事情 OK 所以就是没有出现 这个时候我们 no given 好 在这里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雅思阅读的提醒 都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点就是当你拿到这么一篇文章 你怎么去判断你要先做哪一篇后做哪一篇 那这个不同分段的同学呢应该是有不同的考量 当你在七分以下的时候 我都会比较推荐 你还是按照我们这个所谓的叫做稳定与不稳定 来去筛选你的文章先来做 你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就是这一套题的话呢 我可能就会先做第二篇文章 因为它有hiding 对吧 然后hiding完了之后呢 我们又有这个选择 我们又有填空 都是属于 因为我们hiding做完之后 其他两个的定位我们全出现了 所以我会认为做这套题会非常稳定的 我能把分数拿到 分数我能拿到 然后相对来说速度也会比较快 我做完之后心里会比较踏实 然后呢 第一题的话 我可能也会做 因为呢 是我们在这里很少有能蒙的机会 对吧 因为你下边list of people 这个没办法蒙 你很容易蒙错 你也可以蒙 但是就25%的几率嘛 你也很容易蒙错 然后填空没有办法蒙 然后尤其是这个断翼的匹配 非常没有办法 这你没办法蒙 因为你蒙对的几率太低了 所以我可能第二篇会做这个 然后最后做第三篇的时候 做我们的这个 先做我的这个词乎填空 然后呢 做我的选择 然后最后做我的判断 可能我就是会这么去选择 规划我的时间 可以让我在尽可能的短时间内做对 更多我能确保能做对的题 然后最后如果实在没有时间 你看我们判断 是三个选项里边选一个 代表什么 你蒙对的几率是33% 这个比选择题强 选择题是 你除非你有时间能排除这个错选项 不然的话呢 你是四个里边选一个 你是25%的几率 对吧 所以从这么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最后如果实在没时间 我们把前辈已经做的比较踏实了 最后你去蒙你的判断题都可以 好吧 那对于我们7分以上 或者说你现在已经 咱们正说啊 非常稳定的能考到7分以上 7分7.5分的同学 你应该尝试的一种叫做平行阅读法 那我们在视频里面有一个 我专门有一个视频来讲解这个方法 平行阅读法呢 它主要是针对于你的阅读速度比较快 你也能记住文章讲了一些什么东西的人 你基本上这文章大部分能读懂 这种同学的话呢 你可以使用 否则的话 你使用它就是效果非常差 所以前提是你的基础不能太差 你能把这个文章基本上读懂 基本上 不是说完全读懂 你可以对题目进行一个勾画 勾画完了之后 你就从第一段开始往后读 然后你读完一段 回来看每个题目 看有哪个题目 你能做 如果没能做的 没关系 第一段之后也不需要读了 读第二段 第二段读完 看哪个题目能做 你就做 所以这样你赶着读 最后你文章只需要读一遍 你所有的题目就应该做出来了 这样你会非常踏实 因为你整个文章都读完了 你知道自己没有漏任何的信息 你也知道 因为你也没 理论上也没有在用定位法 对吧 所以呢 你更清楚自己没有定错地方 所以高分选手的话呢 推荐平行阅读法 第一分选手 尤其是我们刚开始学的同学 推荐定位法 然后整篇阅读的时候 从我们这个稳定到不稳定 你去考虑按这个顺序去安排你的题目 先做哪个题 后做哪个题 然后呢 虽然我们说这个判断和选择属于比较稳定的题目 对吧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在最后一篇文章 听清楚啊 最后一篇文章了 你三篇 最后一篇了 你应该先做那个不稳定的争取 当然也看你时间差多少 然后呢 你最后把判断留到最后去崩 如果你实在没时间 对吧 这样通常会比较好 但如果说你就是说 假设你有一个词库填空 然后你自己的确实基础不行 就是你做那题也做不对 那你就把时间 对吧 规划在比如说选择和判断 可能你还能多做对一些题 所以这主要就是看自己的一个状态 来进行一个调整 但是在我们练的过程中 当然了 你一开始不需要卡着时间 一定要在20分钟做完一篇 这种情况下 你永远都要尝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所有的题目做出来 就是相当地身上放在毛衣里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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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又一样大事是这样的